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涨将近550点 创下三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另外标普的涨幅也超过2% 同样创下今年4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纳萨克涨幅也非常大 将近3%的涨幅 但是台股今天没有办法跟上 这个价钱股价指数今天虽然开高 但是没有开得非常高 只有开67点的跳空开出来 但是收盘反而是下跌了将近2点 跌了1.96点 显示这个盘式的空方压力还是相当的大 今天的盘中高点曾经上到过10100点之上 今天最高10127点 但是收盘几乎收在全日最低点 收在9979 这个差距相当的大 也就是说出现跳空然后再往上拉高 但是下沙到平盘的走势 这种走势可以讲说是一种相对不好的走势 今天成交量也放不出来 就1143亿 这个量能每逢反弹就放不出来 显见追价的力道不足了 那同时上档 这个层层的套劳卖压想要解套 所以说这个盘式要弹上去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 虽然说美国股市的大涨 但是没有办法带动今天台股的上涨 那另外今天是台子齐全10月的月节算日 那今天期货开得更高 开到143点的跳空开高 那盘中的高点来到10114点 但是低点收在9993 同样是出现跳空开高 而且是往下压的盘式 今天收盘 这个10月的期指涨了44点 涨幅是0.44% 成交10万6千口 那11月的期约转仓了 那收涨了64点 因为10月跟11月之间 本来就有比较明显的逆价差了 所以说这11月今天相对 涨点比10月来的多一些些 多了这个20点左右 今天收9973 成交了9万7千口 那另外贵买指数 相对这两天表现的比集中交易产来的好 那资金有从大型股流到中小型股票的情况 贵买指数今天收涨了1.01点 涨幅0.86% 指数收118.94点 成交量同样的 虽然说表现情况稍好 但是还是放不出来 就225亿的成交情况 所以基本上这个大盘 现货市场仍然显示 就是说层层的套牢上档卖压 同时反弹是疲弱的 但美股的反弹 也不见得一定能带动 整体的亚洲股市 包括台股走高 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路股早盘还是往下杀低破底的行情 不过倒是收盘出现了V转 那今天大陆股市表现的相对就比较突出 出现了一个破底之后的V型的走高的走势 不过这只是单日的走高 也不代表说路股这边就可以出现了持续的回升行情 那有关亚洲股市台股整体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6点到7点 再帮听众朋友来做深入的解析 那在国际消息的部分 那今天最主要的消息 大家就看到说明天 应该讲18号 这个台湾时间的18号 应该讲说美国时间的18号 这个美国18号应该就台湾的19号 也就周五这个讯息会传到台湾来 这个传到全世界 就是美国要公布外汇操纵国名单 中国大陆会不会在这个名单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 美国财政部预计是18号要公布 就所谓的主要贸易伙伴外汇政策报告 那这个报告是不是会把中国大陆 列为汇率操纵国呢 就是要见分晓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早上了 礼拜五应该会 这个盘势有蛮大的变化 会是因为这个消息 那美国从1994年呢 就没有把中国大陆列为汇率操纵国了 但是呢 华尔街已经准备好 美国财政部有可能呢 在这个礼拜发布的半年度的汇率报告中 把中国大陆列为汇率操纵国 那这一类的举措 不会引发惩罚 但是呢可能会使得这全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系 更加紧张加剧 不过现在目前根据熟知内勤的消息人士 美国财政部官员提交给美努钦的建议报告中 说中国大陆并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标准 那汇率操纵国有几个标准 有三个标准 那至于说详细的情况 我们等一下有六点到七点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好了 因为这肉肉等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美努钦 会不会把这个中国大陆列入 或是说会不会在川普的压力之下 把中国大陆列入 回去操纵国呢 那这就不是一般行政官员或事务官员提给他的报告 可以去左右的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蛮大的变数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事情 另外呢 大陆股市今天又跌破了这个底部 这个相对的低点又破了 虽然说出现了V转 但是呢 近期来入股跌破了2015年 当时会改的股灾的低点 会不会爆发股票职压断头潮 这个也是变成现在目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中国大陆有2200亿美金的贷款 都是以股票作为担保 那野村证券估计 今年第三季中国大陆所有发行的股票中 有9%适用于股票职压 就是跟银行借钱 这个借款于而高达人民币1.5兆 2000多亿美金 如果说呢 大陆股市再继续跌 会不会爆发出这种断头潮 银行如果大举的抛售职压股票 那是对入股来讲 恐怕又是再狠狠的再砍上一刀了 所以说现在这件事情 也是蛮重要的 这个关注的另外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呢 最近台股迭迭不休啊 金管会准备年底前推出所谓的逆景气循环机制 希望受险机构啊 多进场买台股 因为受险机构有24兆的丰沛资金 24兆哦 那根据相关的规定 这个保险法有规定 股票加公司在这些投资的金额 不可以超过可运用资金的35% 但现在目前受险业 实际投入股票跟公司债 占可运用资金比例不到10% 那一算了 那不是好几兆可以投入吗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受险业 他们现在目前都已经把资金投到海外去了 所以说除非就把海外的这些投资赎回 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资金可以加码台股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受险业 给金管会的托辞了 他们不见得是没钱了 搞不好就是说 这个金管会要叫我们去跳海 我也跟着去跳吗 当然没那么傻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有点可能是托辞了 但因为现在目前每个月新增保费收入 是3000亿新台币之多 一年新增保费收入有三四兆新台币 所以可以投入台股的空间 还是蛮大的 大概有上千亿 那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呢 就要从资本氏足利RBC上面去动手 也就所谓的逆景气循环机制是什么呢 就台股跌到一定水准的时候 这个RBC就我们一般讲说资本氏足利 保险氏足利 它的风险系数会下调 如果说指数涨上去风险系数上调 换言之就是让受险业在保险氏足利上面 有可以因应股价指数高低而产生风险系数调整 而增加加码或减码的空间 类似说法就是这样子了 好 那像这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刚讲的这几个重要的财经讯息 这有国内的有全世界性的有大陆的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长文老师 段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美元的故事 美金的故事 美金有一大堆故事可以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个一块美金上面那个人头是谁吗 你知道五块是谁吗 你知道十块是谁吗 你知道二十块是谁吗 你知不知道一百块是谁 这个都很有意思 那么等一下请段老师要把这个美超的秘密来告诉我们 之前我们今天有直播 听众朋友上我们698官方粉丝团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直播画面 段老师现在目前坐在我旁边 那先请段老师 因为段老师上次有来谈过保险业 一个月新增保费收入 新契约就3000亿新台币滚滚流入保险公司 那现在股票一跌 金管会就希望保险公司 受险机构多买台股 我不晓得段老师您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逆景去 循环机制啊 推这种逆景去循环机制真的能让受险业进去多买台股吗 我认为我想受险业的一些 超盘手啦 他们应该也非常了解说钱应该要放到什么地方去 他也应该不会让他自己的报酬率 这个跌于这个受险业的一个期望期望报酬啊 因为之前金管会他也要求说受险业者啊 他们自己在发保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精算出来说你绝对不能损失的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要求这些受险业者把国外海外的一些资产 投资的资产全部赎回在投入台湾的股票市场的话 部分赎回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应该要保证说 这个股市啊应该是要往上走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保证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往上走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间接保费 我们间接我们所缴的保费的话 那是不是也会是会也会是一个损失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报酬率通常啊就是大部分的保险啊 我们保的保险的话投资型的保险的话 都是连结这个利利变型的 也就是说会随着市场波动而跟着波动啊 所以您之前讲过的年金嫌 是啊 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投资人当然是很关心的是未来的报酬率 但是不能因为要这个护盘啊 所以把一些我们这个最基本的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存款的一个金额 把它从国外再把它办回来 其实他们应该都有精算过了 如果像以前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这些保险业者的话 他把钱丢到海外去的话 多数都已经买了固定收益证券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那个固定收益证券的话都是长期的 那长期的话如果要节约的话 例如是债券这些东西 如果是债券的话 他一定要是有亏损的把它卖掉 所以保险业讲说 可能只有千亿左右的资金可以投入台股 其实基本上就是给金管会一个台阶下就对了 因为你想看他一个月新增契约收入是3000亿台币 那一年是三四兆新台币 那怎么会只有1000亿可以投入台股 而且根据法规这个投入台股的这个公司再加股票可以达到35% 就是整体了不是只有台股了 那保险业只有投10% 代表说保险业本身就知道说所谓股票是一个高风险资产 所以说就像刚刚段老师所讲 不管你是利变型的年金型的保险 或是说你是固定利率的 但现在目前固定利率已经很少了 大部分都是基本上应该都停发了 现在目前应该都是所谓利变型的这种年金保险 那你是要给这个买保险的人 可能10年15年后他一定要确定可以领到这笔钱 而且是可以逐月领回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这个股票下跌涨跌无偿的话 你怎么去保证这件事情 所以一般来讲 受险机构应该都是去锁定像那个固定收益 那个可以还本的相关的这种债券型的商品 对他一定都是锁定所谓的长期的 因为一般我们假如保费的话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比方说我们平均是三年 但是如果说再加上续保的 或者是加上一些人再跌进来的话 他应该是把这个保单的话 视为是一种长期的报酬率来去规划 说他应该要获得多少报酬率 那我应该要回馈给这些 这个投保者多少的报酬率 都已经精算出来了 所以你说要有这些现金投入台湾股市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看最近在波动就好了 我们看最近的波动 如果说我们明年这个时候还是万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台股到底有没有赚钱 似乎好像是停滞不动 如果说你 就指数而言的话 我们说我们要保住万点的话 那这个万点是不是明年我们如果还是一样 同一个时间点还是万点的话 那这个报酬率是零 所以也就是说大概售捡机构很难 就算有这个逆景气RBC的调整机制 我觉得售捡机构要增加非常多 这个资金投入台湾股大概也不太容易了 所以那个24兆 大概售捡机构还是安安稳稳的放在海外的债券上面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段老师你觉得美国财政部会把中国大陆列为外汇操纵国吗 其实我们说哪一个国家是有被列为外汇操纵国 我们台湾除了去年被删除为非外汇操纵国以外 其实去年以前我们台湾全都是外汇操纵国 就是我们是名单 名单 不是我们还没有列入到外汇操纵国 就是观察国家了 观察名单 但是里面有一个国家 中国大陆也是观察名单 但是经常性的某一个国家都是外汇操纵国 那就是瑞士 那如果是瑞士都是外汇操纵国的话 那中国会怕说你把我列为外汇操纵国 现在已经在制裁用贸易在制裁中国大陆 那如果说要列为外汇操纵国的话 那就是贸易有很大的一个逆差或者是顺差存在 那要不然就是波动有达到某一个百分比 那问题在于说 你说要把某一个国家列为外汇操纵国的话 那是不是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国家 也可以把美金当作是一个外汇操纵国的国家呢 那所以问题现在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大神 所以你说如果说我们说美金对人民币 美金是升值 那人民币是贬值的话 那如果中国大陆可不可以列美国是一个美金操纵国呢 也有可能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欧洲的国家 经常性的被美国列为外汇操纵国 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应该也有个底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那段老师讲说这个外汇操纵国 美国财政部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贸易伙伴国 对美国的顺差要超过200亿 这当然中国大陆是达到了 台湾也达到 第二个是贸易伙伴国拥有巨额的经常涨的顺差 而且顺差金额高达GDP的3% 另外是贸易伙伴国持续进行单边外汇市场干预 而且年度重复进行这个境外汇购买的金额超过GDP的2% 这个这些都是有实际数据可以隔空就说去计算的 那美国财政部官员计算完之后是认为是没有了 中国大陆是没达到这个标准 但是会不会在政治考量因素之下把中国大陆列入 那至于说列入之后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暴呢 但当然这些目前不可得知了 我们这个礼拜五来观察 那美国常常就是就像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这个我觉得就类似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所谓的双重标准 尤其是我觉得川普总统的双重标准非常明显 比如说你看到最近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记者卡苏吉 今天新闻多害人听闻 他那个iPhone手表 这个那个那个苹果手表 这个传到他那个 因为他他女朋友在大使馆外面等他嘛 就是连接到他的iPhone上面 录下七分钟他被他被 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说七分钟他被活生生分大卸八块的声音 他的惨叫那种惨绝人寰的事情 这个已经被录下来七分钟 说他一进大使馆就立刻被拖到旁边的办公室的桌上 然后呢句子就拿出来了 你说有这种事吗 然后呢沙烏地阿拉伯干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这个川普总统似乎是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因为他派了那个蓬佩奥国务卿去 去去去见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皇室 然后呢似乎川普也没有很强烈指责沙烏地阿拉伯嘛 对不对也没有要进行制裁什么的嘛 那你说土耳其扣了一个美国的牧师 然后美国就进行土耳其的制裁 那这个事情难道不会比扣了一个牧师更严重吗 你说这个卡苏吉他只是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记者 跟美国没关系 他怎么会跟美国没关系呢 他有美国的长期居留证 有绿卡 而且呢 他是帮华盛顿邮报撰稿的记者 他不是帮沙烏地阿拉伯当地的媒体写稿 他是帮华盛顿邮报华盛顿post的多大的媒体啊 这个在中东多重要的一个撰稿记者 那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呢 我就是觉得这种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吧 反正 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拳头大的人就是说话大声嘛 基本上现在目前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解读到这一段落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美金的故事 我们还是要回到美国 全世界最有power的货币还是美金 这也没办法 这也是一个拳头大的货币 好 那拳头大的货币啊 那听众朋友你知道呢 一块钱美金上面的总统是谁吗 就是华盛顿 美国第一任的总统 那 他背面是什么 他背面是美国的国徽跟上帝之言啊 那另外两块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Jeffson 然后呢 他背面是独立宣言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是小头版的美元 那第十六任 五块钱是十六任总统林肯 那背面是林肯纪念堂 那其他的你自己去查了 有十块二十块五十块跟一百块 那一百块最少流通嘛 那是谁呢 就是富兰克林 这美国的科学家 这不是发现那个垫了吗 这个风筝放上去 放一个钥匙在上面 那他背面是独立厅 好 那段老师这个美超有什么秘密啊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出电影啊 就是国家宝藏 可以看到 国家宝藏不是那个谁 那个哈里逊福特演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那个 不是不是 张飞打月飞啊 为什么还想到哈里逊福特演的那个 他是 哈里逊福特是很早期的 对他不是演那一系列的那个电影 那个什么 他演教授的那个 对对 那个 不是不是 其中有一集叫国家宝藏啊 那现在讲的国家宝藏的话 是尼可拉斯凯基啊 哦 尼可拉斯凯基 对对对 尼可拉斯凯基 哎 就是 剧情是什么 剧情是这样子 就是他爸 他爷爷跟他讲了一则故事 哦 对啦对啦 那我搞错了 不是不是不是哈里逊福特 对啦 是尼可拉斯凯基讲的 所以演的啦 很多人都有看过 但是 前面六分钟完全都没都没印象 哦 那这个六分钟里面就出现了 那这前面六分钟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为什么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拳头货币 我们讲拳头大的说话大声 这为什么就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强的货币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要赚它了嘛 都希望有美金嘛 对不对 都想要赚美国人的钱嘛 因为觉得哇 第一个美金值钱 第二个呢 呃 美国钱好赚 以前都是这样说要做贸易 想到第一个就是要跟美国人做贸易嘛 对不对 这个出口到美国去 美国消费力强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讲话大声嘛 因为你们都要跟我做生意嘛 你们都要赚我的钱嘛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美金的故事 刚才段老师讲到一部电影叫国家宝藏 被我张飞打月飞 搞错了主角不是 呃 哈里逊福特主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 而且还拍了第二集 好那这个呃 这个国家宝藏跟美金的秘密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好我们继续请教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 这个呃这个国家宝藏到底是在 其实国家宝藏很多人都看过 那都忽略了 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国家宝藏这四个字出现以前的片段 大家都没看到 那这个片段的话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 也就是呃尼可拉斯凯奇演的那个主角小时候 他啊在他的爷爷的一个储藏室里面 想要找寻某一本记事本 结果被他爷爷发现了 那后来他的爷爷就跟他讲了一则故事 那这则故事的话牵扯到几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就是呃 当时就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啊 那片段就是那个签署者啊 搭了一部马车啊 去找了第七任总统 那这个第七任总统就是Jackson 那第第三任总统是Jefferson 那第四任总统是Madison 很多人都都都看到神神神 我就跟我有一次跟学生解释 就说你如果看到那个美国的名字 后面如果加一个神 他爸爸一定是前面那个名字 他儿子后面就会加一个son 他的名字后面就会加一个 所以你看到Jefferson 他爸爸是Jefferson 对对对对 那Madison那他爸爸就是Madison 那第三任跟第四任总统 第七任总统出现在国家宝藏里面 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 爷爷告诉孙子 那孙子就是这个尼克拉斯凯基 那他说 这个宝藏啊在千年前啊 突然间消失了 那消失了以后啊 有一次啊在十字军动阵的时候啊 这些骑士啊在那个索罗门网的圣殿寺的地下室啊 找到了 结果他就把他搬走 那这些圣殿寺为了要在一个是一个世纪之后的话 这个圣殿寺在宝藏啊 就把他带离欧洲 结果突然间又碰到美国的独立战争 那这个独立战争的话 又把宝藏又把它消失了 那这些圣战士的话 这些圣殿骑士的 到了美国之后 他成立了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的话 就是俗称的共济会 那这个共济会的话 美国的总统啊 历任的总统大概有15任 15任都是共济会的会员 就加入共济会 都有加入共济会 共济会就是俗称的兄弟会啊 那这些总统的话就都有加入这个共济会 台湾也有共济会啊 对 这个共济会我们俗 有人把它称为是鸿门啊 就是鸿门 西方的鸿门 最早就是所谓的圣殿骑士嘛 对对 很多电影都有演到圣殿骑士啊 对 所以这些圣殿骑士后来 碰到了这个独立战争之后 他又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宝藏啊 把它藏起来 但是问题是又不敢跟人家讲 干脆就透过这些 这些美国的开创者啊 对 把它这个列在所谓的一块钱美金的背面上面 所以一块钱美金背面有这个国家宝藏的藏宝图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宝藏的前六分钟 他的爷爷就拿了一块钱跟他的孙子讲 说这一块钱里面藏了很多的宝物 那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宝物存在 那整部片子啊 其实讲了两段的一个美超 那另外一个美超的话就是一百块钱 那一百块钱 指引了宁可拉斯凯吉啊 去找到了这个宝藏来 一百块钱 所以一百块钱重点不在于富兰克林那个人同 是在背面背面有一个独立厅 那那个独立厅上面有一个啊有一个时钟 那时钟啊这只在两点二十二分 ok那两点二十二分的话 那他们就等到当天啊这个独立纪念日的当天啊 在两点二十二分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宝藏 那个真的是指到两点二十二分 对对对 这个好妙 对对对 那但是现在如果说听众朋友 你要去找一百块钱美金来看的话 因为一百块钱美金的话已经有改版了 是在旧版里面 ok一块钱 所以独立厅的是在旧版 独立厅在旧版比较明显 那独立厅的旧版它是指在两点二十二分 但是新版好像是指针指到四点十分 新版的部分 新版也是一样是独立厅 那当然这个一块钱有哪些这个秘密的话 其实在在我们在这个国家宝藏里面 他说了几件事情 就是一个共济会 那你如果有看到一块钱美金的话 你可以拿起来看 其实我们这边不是要告诉你说宝藏在哪 其实宝藏已经被尼克拉斯凯奇找到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找了 那里面有几个比较非常非常有有趣的事 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华盛顿 这个华盛顿的左手边 它有一个mark 一个黑色的mark 如果你手边上有手机的话 你打一个一块钱美金的图形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我这边有我们应该看直播的话 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的画面 我现在这个ipad 给大家看一下一块钱美金 一块美金上面是 现在是正面 正面是华盛顿对不对 对 然后呢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左手边 左手边应该是有一个大的英文字母 大的英文字母 很大的英文字母 那这个字母的话 会从 B嘛 对对对 会从ABCDEFG开始 对 那我手头上拿的是一张真的美超一块钱 我手头上的是F 我手头上的是F 对 那相片上面应该大部分都是B B跟F有什么差别 那B跟F有什么差别 那大家如果说有美金的相片的话 你如果看到左手边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 对 这个非常大了 我上面是2 我上面的是2 那如果四个角应该都要有相同的阿拉伯数字 四个角 对 四个角如果有相同的阿拉伯数字 在对应上这个B的话 我们很难以想象 因为我们身在台湾很难以想象说 我们台湾有几家央行 台湾就一家央行 对 但是美国有12家 就是地区分行 对地区 不是地区分行 它是地区都可以各自发行货币 OK 所以对外的部分 外汇的部分是由纽约分行那家来主导 其他的所有的12家都可以针对当地的地区去发行他的美金 所以我们看到 那都印钞权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看一下黑色的圈圈里面的英文单字的话就代表地区的央行的代码 所以总共是ABCDEFG一直到L 12嘛 那B是代表哪个央行 那B的话 这一家B的话是指称的是纽约的分行 B是纽约分行 B是纽约 那我手头上的这个是F的话 F的话是亚特兰大的 OK 那为什么2 那那个2啊 那个2是在防伪的 以前在防伪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美金啊 一块钱从来没有改版过 因为一块钱太小啊 没有人要去 不需要防伪 对啊 谁要谁要去做一块钱的 而且他流通量是最大的 通常都是B值越小的 里面的人物是最重要 B值越大的里面的人物是越不重要 所以一块才是开国国富 所以你如果看到B的话 因为它是排在英文字母第二个 所以那个数字一定要是2 如果是1的话 那张绝对是伪超 所以网络上有人写说 我的我的是D 上面的英文字母是1 这个才是真超 你的才是伪超 所以D的话就是4嘛 对对ABCD的话 就你的英文字母是D的话 那你的数字就应该是4个角 应该都要是4 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判别说 你的那个代码到底对还是不对 这样 所以网络上有很多伪超 你如果打个美金伪超的话 他就会有一些数字 其实他数字是一样 他说他自己的是伪超 D跟E是伪超 结果他弄了一张真超来 也是D对应上那么万 这个也都是伪超之一 的确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张一块钱 听众朋友如果看直播的话 你可以看到画面 一块钱这张上面是I I它上面对应四角的数字就是9 所以I是那个我们ABCD排来排第九个 对那如果我这边是F的话 那应该就是6 对F的话就会是6 我这张是真的一块钱 所以一块钱对我们来说 虽然是很小 但是通常你去比方说像东南亚国家的话 你要给小费的话也是给美金 所以也是要带一块钱 尤其是金不债 所以金不债你要给的小费的话 通常都会是用一块钱一块钱 所以一块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如果翻到背面的话 你会发觉到所有的美超 唯有美金一块钱是非建筑物 它是一个那个上帝之眼 对有一个上帝之眼 那这个金字塔的话 你看一下上面有一个眼睛 那因为这个有人把它形容称 说是一个未完成的金字塔 那未完成的金字塔的话 那个金字塔你把它数一下 总共有几个阶梯 总共是13阶 那13阶就代表说 它总共有13个殖民地 当时在独立的时候 总共有13个殖民地 那13个殖民地代表说 它南部还没有独立完成 因为后来还发生了南北战争 才会有林肯 5块钱的林肯的出现 那当然这个华盛顿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他把它摆在1块钱 那其他的比方说像2块钱的也有 还有5块钱的 还有10块钱的 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位人物 应该就掉在10块钱 10块钱 那那个10块钱 10块钱是Hamilton 对10块钱就是美国 在开国的时候 第一任的财政部部长 这个Hamilton的故事很多 这个现在目前也被 这个编成是一部舞台剧 这个歌舞剧 那这个歌舞剧还得到通你奖 这个我们之前节目也介绍过 这部舞台剧Hamilton 那这个Hamilton这个舞台剧 我记得那个川普刚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副总统去这个百老会听 这个去看Hamilton的时候 还被那个被现场的观众虚 然后Hamilton的那个演员啊 这个全排的演员都站出来 好 训副总统 好 这个如果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到 好 那这个Hamilton到底重要性是什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来告诉你 酒吧喜欢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好 这美超啊 应该是全世界发超量最大的货币了 这个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随便谁啊 你家或是你身边大概都有几张美金吧 那如果有的话 你先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对象刚刚老师所讲的 好 那我们讲到 其实10块钱上面 这个人不是总统哦 其他的货币上面啊 这个大部分都是总统 除了100块是Franklin 在那边当过总统以外 其实10块钱他是财政部长 那为什么这个财政部长这么重要呢 他是第一任的财政部长 叫Hamilton Hamilton 这个段老师 Hamilton这个人很有故事性 对 这个Hamilton 他除了是开国元勋以外 问题在于说 因为他不是美国籍 他不是美国人 他不是美国人当地出身的 因为他据说是以色列跟苏格兰的混血儿 OK 那他当初在15岁去美国 因为他的生母在好像是西印度群岛过世了以后 他就跑到纽约来依靠他的姨妈 所以后来他要申请了某一间大学 那间大学还不还不给他去念 那间大学现在叫做普林斯顿 因为种族歧视 对对 那后来他申请到了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他是各大毕业的 那他同时也在这个学习律师 他最对我们全球最有贡献的 我是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应该是大家都会可以熟悉的 也就是他发明的卷槽一块钱 两块钱 五块钱 十块钱 二十块 五十块 跟一百块 这种制度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币别都会有两块钱 那因为台币这么小 应该两块钱也 应该早期的时候似乎是有了 那你看有很多的 比方说马来西亚 他就有两块钱 他也有二十块钱 在台币就没有 那他把全球所有的币制 都把它列为所谓的 比方说我们都会时常看到 比方说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 类似这样子的 这个这个敬畏法 这是他对全球的贡献 那第二个 第一个 对对他第一个 第一个创造出来 这创造两块钱也蛮有学问的 那你如果说看说我们要不要发行二十块钱的台币的话 恐怕也有很多人会认为 以前我们大概大概有发行二十块钱的硬币 那也是仿造海密尔顿他的创新 以前的创新 他在1789年 在第一任华盛顿总统当的时候 他就是当了财政部部长 相对于另外一个外交部部长 就是第三任的杰伏顿这个总统 后来他就跟他这个这个死对头 这两个第三任总统 那问题在于说海密尔顿 他没有当过总统 竟然还可以被印在所谓的这个流通率 串到美国第三名的这十块钱的美超上面 那可见了人们非常敬仰他 那你看两块钱是谁就知道了 那这个两块钱的几乎上 基本上在我看在全球都已经消失了 那那个家伙是谁啊 那个家伙就是完全在跟海密尔顿唱反调的 杰伏顿总统 两个人是世仇 对两个人是世仇 为什么一个人是想要蓄奴 又想要当贵族 那另外一个人是要废除蓄奴 也就是很类似比方说像后来的林肯 比方说要释放黑奴的 那当然就海密尔顿为主了 海密尔顿就是说认为说 不应该反对蓄奴 反对蓄奴 他是一个自由精神主义的象征 所以你看一下所有的美超上面的人头 只有两个人没有当过总统 其中一个就是海密尔顿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富兰克林 他有从政但是他没有当过总统 对对对 那其他还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话是军人 也就是20块钱 你如果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20块钱的话 那这个人这个人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杰克森 第七任总统 第七任总统 那为什么他可以当上总统 其实他有一天在纽奥尔良 就是以前叫做这个新奥尔良 那某天大悟之下击败英军 也就是纽奥尔良之意 他打败了这个英军 砍了两千人突然间他就莫名其妙登上了所谓的总统大会 所以他也就登上20块钱了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两块美金 我都没拿过 因为两块钱美金 这杰克森他是第三任总统 第三任总统竟然是已经消失在这个美超的世界 杰克森后来就是跟那个汉米尔顿决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因为他透过媒体去放话说 告诉媒体说 这个汉米尔顿他在外面有情妇 还跟情妇生了好多好多小孩 结果后来事实证明是 杰克森他自己也跟自己的黑奴生了好多小孩 而且还写信去给前任总统的夫人说 我很喜欢你 这是故事的一个典故 所以后来人们发觉到有这种事件 就是说当时被逗凑的海米尔顿 其实主谋者就是当时的总统杰克森 他也上了两块美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长相 这个杰克森 那我们看一下20块钱就好 我们先看20块 20块钱这家伙是将军 那50块钱这个人更是将军 这是这两个人 基本上 大将军 对对对大将军 其实这两个人50块钱的话 你看他那个服相 这个也非常帅 你看到他这个是当时 Civil War 就是他的北军的著名将领 这两个人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将军 那如果说他们都是军人 那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总统了 那是不是他们也算是军人干政了 所以你说这些人都目前都还在这个超卷上面 那其实比较有故事性的话 应该算起来是10块钱的那个海米尔腾 那比较有秘密的话 应该就算起来是那个1块钱美金的 那当然就这个这种美超的故事的话 永远也讲不完 那其实第二个贡献在海米尔腾 他就是创造了现在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纽约银行 纽约 纽约银行 纽约银行是他创立的 就是现在全球1000大银行 他排79名 2018年排名 他是排全球前就是前百大的 他也算是银行家 对对对 那他第三个贡献是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也是他建立的 所以当时他要创建一些联邦银行的话 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所以最大阻力就在于当时的总统 谢谢段老师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